對中國人絕對不能純心去討好他 因為那是沒有用的 但是一定不能得罪他 因為得罪他他一定報復你 中國人是有仇必保的 雖然講話都講得很好聽 都表現得很有修養 但是你不要相信 我們自古以來就是這樣 有仇必保 你看有一個最典型的就是這樣的 有一個小孩子 他從小不讀書 他什麼都不做 幹嘛 專門練武 練武功 你問他你要做什麼 長大替我爸爸復仇 他一輩子就做第一件事 他什麼事不做 他屬於像你殺了我父親 你看一個父親被殺了 你還拼命用功 你還靠專員 那誰都看不起你 你算什麼東西 你想中國人 所以你不要以為說中國人會改變 他根本不可能改變 為什麼 為什麼 我連問三次為什麼 因為我們民族性最符合自然規律 西方那些都人為的很多 你看很多人都是不學自通 就比如說當時很自然 你慢慢就會 只有你有那種感悟的人力 你自然就通了 西方要學 中國人很多沒有學的 哪裡有學 你看在深山裡面長大的 他們哪裡有學什麼東西 他一輩子過得好好的 中國人所有事情都是向自然去學習的 所以為什麼有人坐在山山 他通了 而有人在海邊 他也通了 就算道理是一樣的 你去餵小蝦 餵餵餵餵餵到最後 你什麼都通了 因為道理是相通的 西方那不是 西方那些很多都是人去把它編造出來的 那你非學不可 你不學就落伍 本視頻選字系列講解 點擊下方三角號即可獲悉明確出處 為避免本段內容斷章取義 歡迎收看完整內容 學會全面看問題 拒絕不求甚解 如果你也認同我的觀點或者方法有效 甚至單純的喜歡 可以隨手關注下 或為我點贊 更歡迎轉發或收藏 有不同見解 或者其他什麼想說的也可以在下方評論 大家一起交流相互探討 點擊了解更多 查看相關內容